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摩擦力跟弧力 是屬於哪一種基本作用力 首先 基本作用力有四個 一個就是 重力 一個是 電磁力 電磁力 另外一個是強作用力 強力 跟弱力 弱壯力 這兩個不可能 這兩個的話是發生在原子核的內部 那這個 摩擦力跟弧力的話 它是聚觀的力 所以不可能 這種東西不可能發生在 原子核裡面 所以強力跟弱力都不可能 我們知道這個重力 因為 摩擦力是 物質跟物質之間的作用 你物質 普通物質質量很小 那質量很小的話 那麼 它們之間產生摩擦力那麼大的話 這個不可能是重力 所以只有可能 是電磁力 這電磁力的話 它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的話 我們要這樣看 就是說 這兩個物體 它在接觸的時候 它事實上沒有完全接觸 你如果用那個電子顯微鏡看的話 它事實上上面有那個 原子 原子 跟那個 這個是物體的原子 這樣排列 底下的話 這是桌面的原子 我們知道這個原子跟原子之間的話 它沒有什麼 不會是重疊的 如果是重疊的話 那就變成一個分子 如果重疊的話 它這個電子共用的話 它就重疊了 所以的話 它一定會有個距離 這個距離的話 就是說 當它靠近的話 它會互相排斥 太遠的話 它也會互相吸引 所以它會有個平衡點 那你現在的話 這個摩擦力的話 是這樣的形成 就是說 如果即使是光環的話 即使是很光環 平的話 它也會有摩擦力 它們之間的話 它們之間的話 會有一個平衡點在那邊 然後你移動的話 離開的時候 它會給它細微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說 你如果是粗糙的話 這個表面如果是粗糙的話 那粗糙的話 它的話 這個 你要越過呢 這個面的話 這個它會要排斥 就是說 這個顏值 顏值 顏值跟顏值之間的話 你如果擠壓的話 你要 你要讓它呢 更靠近 就是脫離平衡點刻靠近的話 它會互相排斥 也就是它會推你 如果是粗糙的話 它會推你 它會推你的話 你就 不容易移動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摩擦力 如果是粗糙平面的話 如果是光環平面的話 它事實上的話 也會有吸引力 不過這個力量就比較小 如果是光環的話 這個的話 也算是摩擦力 所以的話 無論如何的話 無論是粗糙的情況 還是光環的情況 它們之間的作用力的話 都是電磁力 就是電子 跟電子之間的作用力 或者是說 那個原子核 原子核裡面帶電的粒子 跟外面的那個電子的作用力 或者是原子核 跟這個原子核之間的靜電力 這個不是那個強作用力 這個是靜電力 所以它一定是電磁力 反正的話 就是說 在我們聚觀世界裡面的話 反正是接觸力的話 接觸力的話 都是電磁力 所謂接觸的話 它事實上是沒有完全接觸 你要必須用電子顯微鏡看 它的距離的話 你必須用電子顯微鏡看 它的距離的話 才知道它原子跟原子之間還是有分離 所以它是電磁力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V 電磁力 所以我們是電磁力 和電磁力 有一個認識的 用電磁力 和電磁力 可以放進去 那些電磁力